健康探索號,在直播室內,你又是陳心儀 今天和大家探討的健康問題,就是乳癌這個問題 我自己都非常關顧,尤其是年紀開始,逐漸長大的時候 更需要在這方面了解多一點 所以今天很開心,請來愛科專科醫生,姚志鵬醫生 和我們談談這個問題,姚醫生你好 姚醫生,你好 聽到外科醫生,乳癌是不是一來就要去撤除 除了腫瘤之外,可能女性更關顧到要撤除乳房 不是這麼快到這個位置 但原來乳癌也是外科醫生比較專長的一個部分 是的,其實在現今的醫學分科裏 乳房的疾病,就是檢查,應該都是屬於外科的範圍 所以就是我們通常會看到的 剛才你說是否一定有問題就要割了,割了,很大創傷 有時候未必是 有時候對於一些有預防的不適的女士來說 其實男士都有,不如比較少數 其實都是需要一些正規的檢查 有時候正規的檢查都是需要外科醫生 或者藉助一些超聲波或者一些X肝的檢查 而達到診斷的效果 有時候未必一定要做手術的 知道她是沒事或者良性 其實大部份如果有做檢查 大部份是良性的情況 未必一定要做手術 但當然最重要是我們作為女性 要知道定期檢查是非常之重要的 沒錯 但當然去到這個話題的時候 我們又不要這麼心急 我自己心急 一問就問這個外科最大的問題 我們不如先和大家一起再想一下 說回乳癌這件事 在香港其實數字都不低 對於女性來說都是一個很大的威脅 所以見到很多不同的組織 不同的機構 都會有不同的方向 去和大家關顧到乳癌這件事 其實在香港 譬如像姚醫生 你自己外科臨床的經驗 是不是都算是最威脅女性的其中一種乳癌症 還有她的情況會不會 真的多了早發現 因為我們關顧多了呢 其實如果看香港的數字 其實你再看一些比較之前的數字 其實一年大約是二千多宗的新症 但是現在發展到 其實最新有三四千宗 每一年的新發的新症的乳癌 所以你看到這幾年是不斷地攀升 如果你只是看女性裏面的癌症來說 她應該是排第一的 當然如果看男女的 那就是大腸癌是排第一的 但是因為本身你也知道乳癌主要是女性的 所以我們當下少了一半人 所以其實她已經正在女性上已經排第一 另外如果我們看重觀的數字 大部份的乳癌 在她出現病徵或者被診斷的時候 大約是第二期 大部份是第二期 亦都有第三期和第一期 但是當然我們覺得做多這些節目 或者跟大家說多 和市民說多一點 聽眾說多一點 很想當你們如果有定期做檢查的時候 當發現乳癌或者知道自己有乳癌的時候 是越早越好 第一期甚至是零期 那麼那個治療效果一定是更加好 這就是我想問姚醫生的問題 什麼叫做零期乳癌 很多時候我們說的癌症的期數 都是由一開始的 零期乳癌是一件什麼事情呢 零期乳癌 我們在乳癌裡面我們叫懸偉癌 懸偉癌它也是癌症來的 只不過當我們去看顯微鏡 或者把它拿出來的時候 我們發覺它還沒有一個侵蝕性 如果它沒有侵蝕性的話 它就是在原地裡面 就是懸偉的地方裡面在增長 如果我們在顯微鏡 或者我們在診斷裡面 看到它有侵蝕性的話 它就有機會侵蝕性向外邊侵蝕 包括向琳巴侵蝕 也會侵蝕在血管裡面 作為一些軟的轉移 所以其實有侵蝕性的乳癌 我們開手叫第一期 但是如果我們在化驗裡面 看到它還沒有侵蝕性的話 它是癌症了 但它還沒有侵蝕性 我們就叫它做一個懸偉癌 就是零期的腫瘤 如果零期的腫瘤 因為它是懸位 你割清了懸位 就已經是醫好了病了 但是如果有侵蝕性的話 就算你割好懸好的位 如果期數是差的話 它也有可能在你割的時候 有些細胞好像已經侵蝕了 移蚊了 就是走了去外邊 所以這個就是為什麼有時是第一期的腫瘤 第二期第三四期的腫瘤的時候 就算你割了之後 它也有一個機會翻發的機會 就是這個意思 明白 當然我們說到乳癌 可能很多女性就會立即關顧得到 就是所謂什麼時候才可以做到保留乳房的一個治療 有什麼時候就真的要去想 需不需要去撤除乳房 其實保留乳房 我們現今都是多謝了這麼多位市民 對於有普查這些情況 找到一些小的腫瘤 關顧多了 其實如果我們這樣看 那個樓要比較小一點 乳房要大一點 你見到割出來的時候才能夠保留乳房 譬如如果那個樓已經很大 佔據了整個乳房 或者乳房本身的size很小 但是那個樓雖然不是很大 但是也佔據了很多位置的時候 特別是當它好像侵蝕了乳雲乳頭的時候 我們在做手術的時候 我們要把它一拼清除 這樣的話 病人就會失去乳雲乳頭 在這個情況 如果它犧牲了很大部分的組織的話 你保留也不會保留到很多 也未必那麼好看 等等的情況 我們就覺得技術上 我們要做全部做 另外還有一件事就是 有時候在同一邊的乳房 它出現的病座 它未必是有一疊的 什麼叫病座呢 就是說它可能 東邊有一疊 西邊有一疊 明白 南邊有一疊 北邊有一疊 如果我們保留的話 這個就不是那麼安全 因為保留的話 就算你全部 每一疊都做了它 你中間那些 因為是同一邊的乳房 同一個人 同一個細胞的趨向 那些也有機會有反發的情況 所以其實保留乳房在那時候 就不是那麼建議 因為是不安全 因為日後翻法的風險 就比較高 那究竟保不保留乳房 這個問題 我聽姚醫生這樣說 是不是未必是因其數而定 反而可能是在看乳房 和腫瘤的比例 又或者本身那個 好像你這樣說 病座有多少而去決定的呢 病座是一定的 如果你不能夠保留乳房 就是如果你幾個病座 多過一個病座 就不能夠保留乳房 如果你是 其數和size都是有關的 都是有關係 還有它有沒有影響 乳雲乳頭 都是其中一些考慮 就是技術上考慮的因素 明白 會不會有一些一二期的病人 人已經需要去考慮 切除乳房的一個手術 又或者一個治療 技術上可能是第一二期 如果我們叫第一期的話 腫瘤是比較小一點 即是小於2cm 即是腫瘤 如果是第二期的腫瘤 如果腫瘤的size 是大約可以去到2至5cm 如果它沒有淋巴 或者是有淋巴的話 它也不會特別太大 我們通常在臨床裡見到 就是一般的乳癌 尺寸或者我自己的個人經驗 都是大約2cm至3cm 都是合適 一般中國的女性等等 在香港的女性 乳房的尺寸 其實都是合適可以做到保留乳房的手術 明白 但當然大家一定要記住 這是很因人而異的 我們都是很概括地讓大家知道 大約的概念是怎樣 就可以好好地和醫生溝通 那我都想問一下 既然這樣的女性 好像余醫生很客氣 就說要多謝香港的市民 香港的女性 或者女士們 很聰明 懂得去做檢查 於是比較多會發現到比較小的腫瘤 或者比較早期發現到就可以介入 於是希望有一個更加好的治療效果 但另一方面 說到撤除乳房這件事情 那你又覺得女性的 所謂的營受性有沒有高了 還是去到這個位置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心理和生理因素 令到我們都是一個很大的障礙 我見到 或者我只能夠說我的經驗裡面去看 當我自己本人都是覺得 盡量能夠保留乳房的話 雖然我作為外科醫生 好像要將東西割走了 不是很理智地割 但是我都會覺得 如果在一個可以保留的情況下 無論病人多少歲都好 我都會跟他們說 有一個保留乳房的可能 不同的病人有不同的想法 我見到可能比較年輕一點的病人 我一般這樣說 他們都會比較想能夠盡量保留乳房 因為保留到乳房 其實乳房雖然不是一個所謂的維生的器官 不是肺、肝、心這些器官 但其實也是一個女士的自己形象 一個很重要的器官 所以我覺得如果能夠盡量幫他們保留 是好的 那麼年輕一點的病人 可能他們會比較接近一點 希望能夠做到這件事 如果真的年紀很大的病人 可能他們會覺得容易一些去接受 就是算了 我們都會做到健康 但是這裡我都會說一件事 就是全部做 就是全乳房的割除 以及保留乳房 其實走出來的成績是一樣的 不過我們做了保留乳房的手術 好起來之後 就要接受同一邊乳房的電療 其實大致上的成績是相弱的 所以大家就不用擔心 我一定要割清一點 我才會保命 不是這樣的意思 我們都覺得盡量保留乳房 都可以考慮 可能聰明的聽眾們都會知道 其實有時都會更加有不同的方法 就是化療、電療、甚至乎有荷爾蒙治療等等 其實在這一方面 其實我們的方向或進步 是否都繼續走 還是其實大致上的方法 都是乳之前會雷同 一定不是 因為乳房的疾病 有特別的乳癌 那麼多病症 所以其實醫學界投放很多很多 很多研究資源在上面 就是多了這些研究 所以其實現在多了很多新的藥 剛才你說的乳癌有數了一些治療方案 基本上是手術、電療、化療、 荷爾蒙治療、標靶治療 或者有一些滅液系統的治療 我們就按照腫瘤的期數 以前只是看期數 但是現在我們細分到腫瘤的類型 是甚麼東西 我們都會有一個相應的治療方案 所以很多時候坊間所說的 所謂的三陰性的腫瘤 三陰性的乳癌 就是兩隻的荷爾蒙受體都是陰性 還有特別的HER2型的都是陰性的 在這些情況以前不知道 現在知道是比較惡毒一些的 所以其實如果有三陰性的腫瘤 其實又有不同的治療方案 是否一定要先做手術呢 現在有很多的想法 講到這方面 剛才提到 無論電療、花療、荷爾蒙治療 免疫系統的治療 可能都會 咦 還有外科 都會有不同的科目的醫生 都參與得到 其實在廣告時段 余醫生都很好 講到其實現在都希望有一個傾向 就是各科的醫生都可以合作 所謂合作就是 有不同的方案 原來未必真的做了A、B、C才D 可能有時候做了CD才做A、B 原來出來的效果會更加之好 是的 因為現在你去看情況 以往病人有乳房的問題 多數可能他摸到一塊東西 都會找到外科醫生 外科醫生的第一線做診斷 是吧 就連同X光醫生 病理科醫生做一個診斷 斷了一個正確的症 接著我們就想治療 以往治療的方向 一般都是先做手術的 除非他有擴散式 所謂第四期的腫瘤 但是做完手術之後就是一個腫瘤科的療程 牽涉腫瘤科醫生的介入 但是現在我們就是因為在研究上得了很多資料 所以其實有時候我們會跟腫瘤科醫生有很大程度的協助 第一就是有時候我們會如果找到一些腫瘤它是三陰性 就算它第一步是可以做到手術 但是我們都可能會請腫瘤科醫生 首先給一個述前化療的方案給病人 有幾個好處 第一就是它能夠縮小腫瘤 剛才我們說到有時候腫瘤很大 如果我們能夠縮小一點 它又能夠將原本由一個需要傳乳房割的手術 可能我們叫下腫瘤 就是縮小了一些 然後它就能夠某個程度保留到乳房 另外一個就是如果三陰性腫瘤的話 如果我們一直打化療的時候 腫瘤是縮到沒有的時候 甚至乎我已經知道我們會做到一個這樣的測試 就是一個這樣的檢測 就是說如果它是有這個特性的話 它就是一個三陰性當中最終跑出成績會好些的腫瘤 然後我們才做手術 如果你首先做完手術然後再打化療 你是不知道這個資料的 所以其實如果它是這方面三陰性腫瘤的病人 現在我們就會這樣合作 就是這樣去做 另外外科醫生都會跟整形科醫生合作 有時候如果不能夠做到全部保留乳房 要做全部做了 有時候我們都會有整形的合作 跟整形科醫生的合作 最後幫病人做一個乳房的重建 明白 那乳房的重建其實是否要我們所謂醫好病治療 好乳癌才去做重建 還是什麼時候才去做這件事 我們反而是同一時間做的 因為你幻想一下 如果你做完手術 要做重建的多數都是全乳房割除的手術 如果你不是立刻做過 全乳房割除之後 你的傷口埋了之後 皮就會黏在胸口上 它就缺乏了原有的彈性 所以你到時治療了之後 然後我們才拿某些自己的自身的器官 即自身的組織 放進去 那就反而沒那麼好看 因為皮已經硬了 所以其實如果要做整形的話 我們反而是即時重建的 原有的乳房皮膚才能夠最有彈性 最有成為一個pocket 一個袋子 接回新來的組織 這樣才是最漂亮的 重建乳房是否需要病人本身有什麼條件 還是其實他有一個意願去做重建乳房 就會做得到 其實我們說重建 最重要是他有一個組織 即自己有組織 能夠放回自己的身體 很多時候都會有肚皮 或者背部的肌肉 或者不同的肌肉的考慮都有 不過要做這些自身組織的重建 可能血管要好 即肚皮裏面不可以有太多的傷口等等 因為會影響肉的皮反 我們所謂放上去的時候 它能不能生得到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考慮因素 但是如果沒有的話 都有一些譬如假體 或者如果有時有些情況 它不是用來做整形的 只是想做一個cover 因為傷口有時太大 我們都需要皮拉不回來 要鋪回它 一定要有一個組織鋪回它 如果鋪回它的時候 也有不同的組織可以去考慮 譬如是自己的皮膚 自己自身皮膚 刮皮膚放上去等等 但是都是按實質的情況去考慮 明白 既然有外科醫生如醫生在這裡的時候 我都想問一下 有時都會聽到一些個案 可能那位女性 她本身有家族史 又或者是 會犯法的機會比較高一些 甚至乎有時可能 雨防有一邊 是未受到腫瘤的侵害 她都說切清它 我寧願乾乾淨 不想再發生這件事 是否也有多這樣的情況出現 我們作為醫生 我們的守則就是 我們不能輕易去割走一個 因為它是沒有器官的 因為它真的有病 我們覺得它真的有問題 我們才會切 所以我們很少說 你一邊有 另一邊也會幫你切 這樣就不會的 但是有些情況 可能是有些家族性 或者是遺傳性的乳癌 這樣的話 它的風險是相當之高 這個就是比較會考慮 好 來到尾聲 也很想問余醫生 對於乳癌這一方面 你自己會不會有一個臨床的個案 都可以跟我們的庭眾分享一下 我記得有一個 發病的時候很年輕 27歲 剛剛生了一個小朋友 就是乳癌 後來的診斷是一個三陰性的腫瘤 我首先就叫她去做一個 術前的療程 接著我再幫她做手術 我很開心 因為其實這個個案 經常都提醒我 其實真的要合作 她偶爾現在都是帶著她的小朋友回覆診 所以令我覺得 幫到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女 然後她可以有她的家庭 我覺得都是很好 所以你多理解一些乳癌背後的資料 我們就可以做一些合適的選擇 在方案上 沒錯 當然來到尾聲聽到一個這麼好的故事 都希望可以鼓勵到大家 其實真的無論任何病症都好 都是很個別的 但起碼我們知道原來有這些方法 適不適合自己呢 自己又可不可以嘗試到呢 當然也要跟照顧你的醫生商量一下 商討一下 但知道多些絕對對自己是有益的 所以今天要再一次多謝愛科專科醫生 姚志鵬醫生 多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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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